根據中國人權律師盧思衛妻子張春曉的推文 10月10號 盧思衛在家中被成都警察抓捕 為了聲援盧思衛 部分華人週日在洛杉磯中領館前集會 抗議中共的迫害 希望中國政府可以立即釋放盧思衛 抓捕盧思衛是你們在犯罪 釋放盧思衛 釋放所有的中國政治犯良心犯 法律工作者殷雙苗表示 在中共統治與洗腦下 他的法律界朋友大都不敢發聲反對中共 因此他很佩服盧思衛敢講真話的精神 他敢於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 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及就是想要給中國人帶來點光明 然後想要中國未來能夠更好 集會現場他們還寫明信片 希望把光芒傳遞給在黑暗中的盧思衛 盧思衛他為這些人 這些政治犯良心犯去辯護 他有什麼收益 他沒有什麼力 他不會獲到什麼巨額的利潤 他做這個事情 純粹就是發自自己的良心 從正義良知出發 去做這件事情 盧思衛律師是我們的英雄 是我們老百姓的英雄 是我們國家的希望 我想我們雖然不是律師 我們不是盧思衛 但是我們可以做我們自己能做的事 共匪們 你們不要以為抓了一個盧思衛律師 還有千千萬萬個盧思衛律師 律師有公正的去代理自己想要代理案子的權利 就算他是被告人 就算他是犯人 他也有身上自己正義的權利 應當有辯護的權利 當天他們還寫抗議信遞交領館 呼籲中共當局遵守憲法 讓盧思衛早日與家人團聚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 李珍奇 洛杉磯采訪報導 新唐人電視臺